38.香港政府新聞中文版《普通科門診診所提供南半球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最新情況》 2015年7月22日新聞公布《普通科門診診所提供南半球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最新情況》 下古代醫院管理局發出 醫院管理局 發言人今日 公布 核下普通科門診診所為配合政府2015年南半球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 由5月20日開始位居於社區的長者免費注射南半球季節性流感疫苗 至今已為超過49,000名75歲或以上的長者接種疫苗 醫管局預計有關疫苗將於短期內用不 呼籲仍未接種疫苗的75歲或以上長者 儘早接種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 如個別普通科門診診所的疫苗已經用不 該診所會在當眼處將貼告示通知市民 另外 醫管局每日 星期一至五 下午約六時 會向公眾公布仍然提供疫苗接種服務的普通科診所名單 見附表 直至73間診所得疫苗全部用不為止 原2015年7月22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8時25分 學院服務幟 感谢观看